黑販夫婦人設大崩壞 據說他們是說謊慣犯 對 在過去以來的話 大家覺得說他們的形象是很好的 可是從這一次來 先是大雅3000字 然後再加上遠遠 這個微風女神 再3000字來控訴他們 而且講得都巨細迷遺 然後范范就突然講說 我在IG上面寫了276字 好 人家總共加起來6000字 來控訴你們父親 然後寫了276 276其實就有兩大重點 第一個 他就講說我都在家裡 所以你們指控黑人 把人家帶到家裡來 不可能 因為我只出門5次 我就出門5次 如果他把人帶到家裡來 一定會遇到我 然後另外一個人講說我們家 而且他說他們家只有一張床 對 這個倒也要繼續講 因為網友已經找到 你們家至少有三張床了 反正走過必有痕跡 你上節目就講 我們可以來家裡 有個房間可以拉稅 難道那個房間裡面沒有床嗎 然後另外一個網友也找到了 當初小朋友慢慢長大的過程當中 他們有另外一張床 是戰鬥床 就是說黑人在跟小朋友玩的 那你像王洪恩他睡了 那房間應該有床嘛對不對 你找朋友來客房有床嘛 那主臥室也有床嘛 那你跟小朋友的那個大床也有 那都有影像的 那你這樣至少就有三張了嘛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不可能只有一張床 說謊一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講一下 因為他原本的那個在民生社區 那個社區我非常的熟 你八十幾百 那我可能跟他一張床 沒有一個客房照在陪我來嘛 好 說謊一已經被打破了 說謊二 對 說謊二就是說 我懷孕我都安心養胎 我這樣整個十個月運氣只出去過五次 所以如果還有做壞事 帶人來一定會被我登點 結果我看後面 好 我們來看他IG 馬上棒棒棒棒棒棒棒 網友這是同一個網友幫他整理的 這還不是很多 網友好厲害 網友好厲害 所以幫他整理了 你哪可能只出去五次 CCP院的整理都是超過十次的 對 而且後來發現說 他的英文沒有很好 都是什麼 Happy Friday 然後Happy Father's Day 然後Happy什麼Movie Day 就是這些東西 不是 原來是哈佛 這怎麼會不好呢 這個也是一個謊言 這個我當年跑過那新聞 我們都也來講 所以你只出去五次嗎 這看起來好像有17次 不是五次而已嘛 然後另外來講 就是他也講了說 認識我的朋友 不是 講錯了 他說認識黑人的朋友都知道 他從小到大 滴酒不沾 我看到這一句的時候 因為我前面還沒有去數他的床 也沒有去 我看到這一句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剛好柯林 真的太扯了 我們來聽 Makiel怎麼說 哪有經過沛池啊 有 我們喝醉的時候會啊 他就是喝醉的時候 他比較放得開 然後你就 好大 你就越來越磋 我承接就 我看過下流的 沒看過你這麼下流 好好的喝一杯 然後慶祝一下 然後所有喜悅 跟所有在場的大家分享 我其實真的不喝酒的 我這幾天其實晚上有那種 偷偷含一口威士忌這樣子 去面酒這樣 我的天啊 我整個全身在發胖 偷偷含威士忌 那叫做滴酒不沾 沒錯 他們自己打臉自己嗎 對 所以你看這個電視 你看後面 因為他以前台啤 對不對 所以他吃飯的時候 上面都有一罐啤酒 好 然後他可以講說 這都是朋友的 我們球隊有時候放個台啤 可是你看他跟朋友的 派對裡面也有 假裝要喝酒 最右邊那一個 其實就是他家裡的酒櫃 你家裡的酒櫃 對 如果你有酒櫃的話 你可能滴酒不沾嗎 我覺得滴酒不沾 這個講得實在是太 講得太絕絕了 太瞎了 對 這個東西很難 然後其實在網路上面 有在找找看 有很多 他喝到嘴巴上面都有泡沫的 可能就是有時候你喝啤酒 你故意留泡沫 然後你還拍下來 網友就說 這是什麼果汁啊 上面會有泡沫 這個東西都被他找出來了 然後最特別是Makiel Makiel在過去不是有講過 他喝酒的事情嗎 然後他昨天 其實Makiel有在開一個直播 跟大家聊 聊得很開心 電話響了 趕快把直播給關掉 那其實就是范范打給他 打給他之後 然後就PO了一個文章 有一個報道是錯誤的 因為黑人陳建宗 他是滴酒不沾的 喝酒都是誰在喝 姐妹在喝 再次強調 黑人哥哥是不會喝酒的 我從認識他到現在都沒喝過酒 這個就... 後面是被施壓了 對 所以下面就想說 下面就有網友 貼剛剛我們播的影片 說你以前講他喝醉都會亂親人 然後結果網友就說 你要是被施壓 被迫我就眨個眼睛 那這個部分 Makiel自己去按讚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因為我覺得他上面這一句 其實就很像是公稿 公稿的意思就是 可能就是說 你幫我講講話 但是他又沒有什麼情緒 不覺得嗎 這有點像是聲明嘛 那這東西把他弄出來之後 包括他 不可能只出去五次 然後包括他家裡的床 包括有沒有喝酒 其實一個一個都被打臉 那現在我們回頭來看 其實他們夫妻倆 真的 很會說謊 這部分好像不是很誠實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 其實在過去來講 最新的一件就是 那個時候不是台灣的口罩都不夠嗎 然後有人就說要把它送出去 那這個部分 其實范范那時候叫蘇貞昌 那時候蘇貞昌是行政院長 叫他狗官 然後就引起很大的一個爭議 大家就講說 口罩確實就是要以台灣民眾為優先嘛 那在爭議的過程當中 他就講了說 好像我們以前在高雄氣爆 捐了三百萬 大家都不記得一樣 第一個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一碼歸一碼嘛 就算你以前有捐錢 也不代表說你有一些研習 是可以被接受的嘛對不對 好 重點來了 重點網友真的是柯南 就說過了一個連結 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捐嘛 一查就知道嘛 網友就去捐嘛 就說 欸 可是不管你說藝鳴 范范 范瑋琪 或是你的本名 都沒有喔 因為他一個王子 那有黑人或 陳建州有沒有 重點來了喔 重點黑人這兩個字是沒有的 可是陳建州有七個 有七個陳建州捐款喔 然後網友真的 那貴旗就有一個是他們喔 網友真的很真啊 就把他截截截截說 欸 陳先生你住高雄嗎 他不是嘛對不對 他故意去加電話 他們就被迫就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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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記錯了 我們沒有在高雄 氣爆那一場有捐款 可是呢我們在花蓮的地震有捐款 但也不是300啦 就是200 但是花蓮地震有沒有捐款 網友有沒有在柯南這裡找一下 有啦有啦 後來有找到 後來這個有找到 那再來一句話 另外一個我覺得 也是很離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每一次他的po文後面 在過去來講 他都會說福悲滿意嘛 因為他有姓教 然後呢他有一個珍愛生命 Love T-shirt Love Life的T-shirt 潮梯事件 潮梯事件 那個潮梯呢那時候賣580 580說貴不貴 說便宜不便宜 可是你一件T-shirt 其實你在路邊 他們買大概是一兩百塊 但是呢他的T-shirt 重點他講他要捐工藝 所以賣得非常的好 那賣580 可是呢 網友又出來了 又出來算了 你那個捐款的數字 跟你賣出去的數字不對喔 如果你的580全部賣出去的話 你怎麼可能只捐一點點 後來他就來算喔 他算 我賣你580沒錯 我要成本吧 成本一件180 對不對 然後呢我還有什麼 營業稅所得稅 然後還有保留額 保留額就保留了197塊 人家說什麼叫保留額 就說我們公司營運啊 人事行政辦公運費啊 然後最後網友就忍不住就敲碗說 但是他要假借愛心公益 還要海撈一票 沒錯 因為為什麼說要海撈一票呢 他們公司的辦公設備人員 那些開銷 你用這個明目扣錢下來 不就是海撈一票嗎 另外怎麼連稅金也算進去 沒錯 拜託 公益捐款是不用課稅的 而且還給抵腳 對啊 那你怎麼可以還給我們課稅 的這個部分 還把它扣下來呢 所以就來騙那些外行人嘛 然後呢 最後他說只捐款了100塊 所以當時候大家就出來泡轟他嘛 就阿官剛剛講的嘛 你這個東西 你用一夜稅 營鎖稅來算 你捐款不只是不用繳稅 還可以去折底去扣腳的 然後呢你只捐100塊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你是假借公益之名 你做行銷 你就直接講嘛 你幹嘛這樣子 然後還用這個東西來騙大家 其實大家都覺得 這對夫妻真的有點糊龍 我跟你講你要是要做公益 你就賣580去捐580嘛 對 本來就是嘛 因為你總不能叫買的人捐 你自己不捐嘛 你捐什麼呢 捐成本嘛 沒錯 結果你把 你捐一捐 不該扣的都扣了 怎麼連保留額都扣了 什麼稅金都扣 扣完之後才捐100塊出去 我說實在大家都有點Sense 對 一件T恤 成本多少 我覺得 大概80塊的起來 行棍差不多100塊 80塊 幾十塊 對啊 它就成本180 然後量那麼大怎麼可能 那你還海撈了一票 對 一定海撈了一票 然後這個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在過去以來 為什麼泛泛它的形象這麼好 因為它又會唱歌 長得又漂亮 最重要的是它是個才女 哈佛 對不對 你那時候只要去質疑它 人家就會講 人家哈佛 到底是來自於哈佛 還是不是來自於哈佛 那時候就被網友就踢爆了 有一個旅美的一個部落格 就說 部落格的作家說 你真的是來自於哈佛嗎 我怎麼查不到你 後來才發現說它是哈佛延伸學院 我看 哈佛延伸學院 我來跟大家講 這到底是什麼概念 我們住在台北 就是台大部習班 明明部習班的概念 對啊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嘛 對不對 對 我們 我們台大旁邊有台大部習班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 我真的有仔細的去 認真的去查過這件事情 它有點像什麼你知道嗎 像我們的社區大學 它是給成人 就是給成人 就是說你要來進修的 你就來念 然後呢 你要來念的話 其實你要申請就是兩個 兩個門檻 第一個門檻 腳前 也是合理嘛 你不要躺著 你要練腳前嘛 第二個 你就去報到 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社區大學 我們有時候要去學一些水電 不是社區大學就去弄嗎 他講的也沒有錯喔 他的校區確實是在哈佛的校區 可是呢 他就是有點像是 我們台灣的社區大學啦 就是給這些成年人 然後給阿公阿嬤 你就去念 那在過去來講 他一直說沒有啊 我哪有亂說 可是那影片看得清清楚楚 因為當初他出道的時候 很多主持人問他說 那哈佛很難吧 你怎麼可以得到哈佛的over 那你要否認啊 沒有 他也順著講 對啊 就很辛苦啊 他也是這樣順著講 對啊 腳前哪裡辛苦了 報到哪裡辛苦了 所以從頭到尾大家都覺得 這對這對夫妻啦 有點不太老實 不太老實 快點 阿公 記得